这个当家主母马上就要死了 她要在三个妹妹中选出一人替代自己正妻的位置 以此来照顾她的儿子 原娘特意赏了三块玉佩任他们挑选 看看谁更适合正妻人选 心机中的二娘为桃姐姐欢心抢的第一个挑选 喜上没伤 好照的 你们也挑吧 五娘刚准备挑多子多福 却被二娘一声咳嗽声拦住 因为她知道姐姐并不想他们嫁过来多子多福 最后这块玉佩便落在了十一娘手里 原娘很快看出了他们的心思 你觉得如何 二娘怕是已经知道 我想找人照顾忠哥 猜到我并不想此人多姿多福 事已才会有那样的举动 不过都是心想聪明 倒是这十一娘 我一时半会还看不明白吗 再看看吧 此刻原娘还有一件大事要出 不管哪一位妹妹成为纪使 国公府嫡女乔连房都是最大的阻碍 她早就对自己的夫君一往情深 就等着原娘死后代替她成为正妻 连房听姨姆说 院子里的杏花开得正好 便想来感受一下 红杏枝头春意闹的盛景 那我不打扰你也行 哦 侯爷 我 乔连房如此飞蛾扑 原娘必须马上除掉这颗眼中钉 同时要确认三个妹妹中的正妻人选 带到她和妹妹们都聚到一起 原娘的一石二鸟计划正式开始 我们家夫人说了 由于她身子的缘故 不能陪伴各位夫人小姐 便命人背了纸约 如果小姐看戏看累了 可以一起去放纸约 既是夫人的意思 连房又怎么会拒绝呢 想要去放纸约的姐妹们 随我来吧 二娘 听完再走吧 这戏以后再听也是无碍的 可大姐的心意 总不好辜负 罗母本想留二娘作为正妻人选 但没脑子的她竟随着乔连房走了 唯一没出去的十一娘 便成了不二人选 乔连房很快摆脱了一众姐妹 想要独自一人跟侯爷来个偶遇 怎料迎面冲过来 一个丫鬟弄湿了她的衣服 对不起小姐 多怪我太着急 我帮您擦干净 不用不用了 你们起来吧 谢谢小姐 如果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请随我去内院 可以把衣服紧快地蒙干净 或许能在内院见到侯爷 那也只能如此了 丫鬟故意将乔连房引到房间 让她稍等片刻 殊不知这一切皆是原娘设计的 她紧接着让十一娘陪着自己外出散步 因为她熟知夫君的习惯 故意掐好时间点 等着她回房间后撞破这一面 然后趁机毁了乔连房的名声 乔连房 你好得很啊 夫人 你误会了 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孤男寡女 衣衫不整 你说我是误会 夫人 我真的是 原娘丝毫不给乔连房辩解的机会 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如此一来乔连房是做不成正妻了 原娘因此事逼她为妾 可是乔母说什么也不应 怎料女儿爱慕侯爷 当场便决定嫁与她为妾 我愿意嫁给侯爷 哪怕是妾 我也愿意 为了嫁给心爱的男人却甘愿做起 没有八台大教更没有所谓喝彩 就连走正门的资格也没有 错了错了 那些不能走正门 只能从侧门入 你这 绣员 我们出来乍到 不要什么事 忽灵灵的小教子抬着乔连房从侧门进府 怎料被正妻的仆人一通刁难 为了嫁给爱情 乔连房忍下了这口气 她穿着一身粉色喜服踩进了泥泥的坑中 可是张妈妈并没有就此收敛 老奴 好心提醒您两句 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 这伞与伞协音 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们侨府可没有这样的讲究 自己选择的路跪着都要走完 乔连房随后让丫鬟收了伞 临着雨踏进了夫家侧门 此刻正妻原娘已经游进灯窟 乔连房相信只要得到夫君宠爱 在诞下子死 以自己娘家的能力肯定能做回正事之位 怎料嫁给侯爷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 侯爷根本不想在这里多停留片刻 我非良人 也何必如此 你有怎知 我不是甘之如鱼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起 我就将你放在心中 哪怕乔连房甘之如鱼 侯爷也不能给予他任何回忆 能给的不过是一世的一世无忧而已 我要的不是这些 我只要侯爷肯给我机会 走行 走行 谢谢 侯爷你不要走 就留下来 没我一晚 哪怕只有一晚 侯爷抛下乔连房一人独守空房 可是他并没有气馁 相信总有一天会得到他的心 但没想到自己悲惨的一生才刚刚开始 次日乔连房独守空房的消息就在府中传开了 太夫人狠狠地怒斥了脚舌根的丫鬟 对乔连房的待遇更是区别于其他姨娘 尽量她坐下来陪自己一同用餐 太夫人 不如让二位姐姐坐下一起吃吧 他们会回自己的院里去吃 你把自己照顾好 太夫人对妹妹真像对自己亲女儿一样 你还真说对了 联房打小啊 我就把她当亲闺女一样对待 婆婆为乔联房撑腰的事情很快传到了园娘耳中 此时对方正好前来向园娘进茶请来 为了让她摆正自己的位置 园娘当场就给了这个妾室一个下满威 让她跪下给自己进茶 姐姐请喝茶 等了半天园娘才拿过乔联房手中的茶 提醒她以后要伺候好侯爷 不要再像昨夜那般 让侯爷拜信而归 姐姐教训的是 但是妹妹认为 今晨所至今时为开 假饮时日定会得到侯爷垂帘 诚心所致 虽能感动天地今时光烈 可这人心啊 有的时候却比石头还硬 园娘随后便让她退下 她看得出来这位妾室不是省油的等 为了自己死后儿子有之可依 她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丝毫不敢松懈半可 一定要安排好自己的亲妹妹替代她成为正妻 我再不要嫁你呢 放开我 顽固少爷为娶到心爱的女孩 直接一嘴下去毁了她的清白 如此一来女孩不嫁也不行了 罗大太太 从今日起 她就是我的人了 除了她 我谁都不要 原来在几天前她俩就被长辈安排着定下了婚姻 但听说这个少爷风流浪荡还虐待妾室 她说什么也不肯嫁 为了将这桩婚事推给自己的妹妹 罗二娘特意扮成妹妹十一娘的模样来诱惑这个王公子 而王公子也瞬间被她的美貌吸引了 想要即刻把她收了作前 不知妹妹叫什么名字 家里住哪 不如一会儿跟我回府上 小女罗十一娘 家住男池巷 男池巷罗 听说府上还有一位二小姐 也似你这般客人 不知是真是假呀 罗二娘紧接着撒谎称二娘身子孱弱一直卧榻在床 王玉听后立刻想毁了这桩婚事 变秧子 那我十八万五一岂不是白想 不妥 王玉当下变感的心力 第二天就派人去改口要迎娶罗府的十一娘 不管哪个庶女嫁过去都是为罗家处理 大太太很快就答应了对方请求 但被陷害的十一娘却不愿一辈子困在深宅大院里 正计划着逃离这场包藏婚姻 若与人共事一夫一生争斗不休那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人一直待在娘的身边 这女子不嫁人该如何暗身立命呢 若我怕这怕那就只能同其他女子一般受人所控 终其一生都将成为别人的附属 为了女儿的幸福 平日里逆来顺受的吕姨娘决定陪着女儿一起离 怎料第二天王玉的母亲就登门要见十一娘 十一娘只好让母亲先到慈安寺等她 可是偏偏造化弄人 等到十一娘匆匆赶过去时 已经发现母亲惨死在了路上 这怎么回事啊娘 因为母女出逃是不光彩的事 罗家不愿声张更不愿追查凶手 罗夫人再次逼着她与王家结亲 你娘便是被你害死的 你才不说什么 若非你想逃婚 吕姨娘今日就不会离开罗家 便不会死了 她要是泉下有之 会不会后悔 生了你这么个自私任性的女儿 望你好自为之 为你一己之私累其他人 我不是吕姨娘更不会纵重你 十一娘因大太太的一句话崩溃至极 怎料关键时刻二娘又来看她笑话 劝她最好安分一点 王玉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就算是嫁到冒过功夫 也是便宜你 二娘一句话点醒了十一娘 她与王玉素未谋面 对方为何突然改变主意非她不娶 而二姐又是如何得知王玉看上了自己 聪明的十一娘立刻差人把自己画像送给了王玉 王玉再看到她的画像后果蒸发疯似的来到了罗府 吵嚷着要见十一娘 小女十一娘见过狮子 你是罗十一娘 是和本狮子一亲的罗十一娘 狮子爷 她确实十一娘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玉这才知道这一切都是二娘在搞的估计 声称自己非二娘不娶 借二娘不依 便一口下去毁了她的清白 如此一来大太太只好成全这对心愿 二娘以世子爷两情相悦 我这个做母亲的只会感到高兴 好也就把那十一妹 娶妻满伴 十一妹年纪上前 嫁与我当即使不合适 不要耽误了她 怎么会耽误她 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不过了 侯爷若是不答应 我便是换为灰尘 也不得安宁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际深远 在原娘的不断恳求下 侯爷终于答应她了 求你一定要给她体面 让她能够在许家 代替我照顾主歌 我答应你 如此一来 原娘心愿便了结了 她在临走之前 依不舍地为儿子唱了一曲她最爱的童谣 随后便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侯爷遵守承诺 迎娶了她的妹妹十一娘 庶女出身的她摇身一变成了永平侯夫人 可是她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因为她很清楚高门后院最是争斗不休 随着二人拜堂仪式完成 这生生世世的姻缘便再也缠绕不开了 洞房之夜十一娘满是紧张害怕 但当新郎官揭开红盖头那一刻 她便大胆地指示着她的双鸣 第一次结婚的十一娘看上去十分尴尬 侯爷想起来原娘生前的遗言 她想给新娘子一个体面 怎料这个小姑娘压根没做好成为她女人的准备 你一定要这样看着我 十一娘实在是太紧张了 称自己肚子不舒服要起来喝水 娶了三房的侯爷还是第一次见这么一惊一乍的 她明白了新娘子的想法 便不想再勉强于她了 十一娘一大早便跑去给徐太夫人请安 也见到了姐姐的儿子尊哥 太夫人让尊哥上前喊十一娘为母亲 怎料尊哥因敌树之别并不愿认她 尊哥你看 这个香囊喜不喜欢 听说你是庶女 可我母亲是敌女 所以你不是我母亲 真哥不许无理哦 十一娘并没有因此生气 而是心平气和与她讲道理 真哥我问你 你母亲是你父亲的什么人呀 我母亲是父亲的夫人 那我又是你父亲的什么人呀 父亲娶了你 你就是父亲的夫人 对了 那这么说 你父亲的夫人你都叫母亲 那我也是你父亲的夫人 你应该管我叫什么呀 母亲 小孩的世界就是这么单纯 尊哥就这样认了十一娘这个母亲 而妾是乔连房为了给十一娘一个下马威 故意用糕点哄尊哥开心 再给她擦手时挑衅地拿走了十一娘送她的香囊 而十一娘却只是勾唇一笑 一出的乔连房打心里瞧不上她 认为她一个庶女根本不配她争侯爷 两个女人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初次向她敬茶的时候便火花四箭 身为国公府敌女的乔连房觉得她根本不配与自己争吼颜 却只能按照规矩敬茶接受打赏 其他两位姨娘更是敢怒不敢言 既然主母之位已经有人了 身为妾室的乔连房便要让出掌家之权 此时一名婢女偷了宫中玉刺的赎紧被抓住 为了测试二人谁更适合管家 太夫人想知道十一娘会如何处置 你为何偷到这玉刺赎紧 我娘生了重病 需要人身入药 可人身太昂贵了 奴婢根本买不起 才偷拿了家中东西 拿去变卖 奴婢根本不知道那是玉刺之物 念在婢女的一片孝心 十一娘认为将她仗责二室 给予一个教训即可 可乔连房却坚持执行家规 应该将其发卖 这也是家规所写 不要太夫人 奴婢家中还有娘亲要照顾 求你了 若是今日不惩罚你 他日又如何管治他人 连房说得对 赏罚分明 那才是治家之道 太夫人为了给乔连房树立威信 竟顺从她的意思将婢女发卖 此时二夫人站出来为婢女说话 这才减轻了惩罚 只将婢女发配到城外的庄子上去 太夫人随后下令继续由连房代为掌管中愧 等你慢慢熟悉了家规 再说吧 是母亲 这怎么可以呢 我毕竟名不正言不顺 我知道你为难 只当是为了徐家 为了侯爷 不要再推辞了 一眨眼便到了二人回门的日子 在听到十一娘被乔连房夺了掌家大权之后 罗夫人不由地勃然大怒 述出终归是述出 原娘费尽心思为你铺路 没想到你这么不中用 竟被一个妾室抢了主母之权 婢女儿没用 若是让乔姨娘骑在你头上 一旦她生下儿子 你以为她会容得下你吗 后宅之争先发制人 罗夫人希望十一娘不要任由乔连房放死 此时同时被嫁出去的五娘与二娘也回到了罗夫 经常被家暴的二娘一直对十一娘怀恨在心 当初自己差一步就嫁给了侯爷 可这一切都被这个妹妹夺去了 看着十一娘为侯爷加财 她便故意提起了死去的原娘 二姐怎么了 这好好的 大姐生前最爱吃 这红烧狮子头 我忽然就想起了大姐 看到气氛有些尴尬 二娘又提起了十一娘死去的生母刺激她 分神的十一娘不慎将汤水洒落在侯爷身上 立刻遭到罗夫人的训斥 你身为主母若总是这般举止冒失 行事粗糙 怎能担负起主母之责 怪不得婆家不信任 罗夫人话里话外讽刺十一娘丢了长家之权 侯爷见状急忙开口为妻子说话 十一娘温宫谦逊 大方得体 家里人都很喜欢 即使有所差错 太夫人也自会教导 侯爷一句话给足了十一娘面子 没想到她的不争不抢却让乔连房得寸进尺 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她的主母之位 小妾故意指使下人给她送去了只有妾室用的猎斗属警 连她身边的丫鬟都看不下去了 唐妈妈 无需为这等小事与人争执 夫人您是不知道啊 这些人啊 惯是欺软怕硬的 您这第一次要是妥协了 他们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呢 为了维护主母的地位 陶妈妈当场就去找管事的妈妈讨说法 让她把属于主母的属警交出来 可全府都知道主母如今不受宠 仗着有妾室撑腰为所欲为 有些人也就是表面上热闹吧 说不定我哪天就凉了 你说谁凉了 我今天就现在你凉了 住手 乔姨呀 你可敢为老奴做主啊 就这婆子 她不分金虹造白 上来就打我 你你你 你看看把我给打的 乔莲房仗着自己执掌忠愧 二话不说就命人将陶妈妈仗则三十 关键时刻石一娘站了出来 乔莲房想拿掌家权压住她 却遭到石一娘霸气回堵 陶妈妈犯了错 大可以告上西跨院 由我来管 我来反 可乔姨娘也不知会我一声 就私自处置 怕是没有把我这个主母放在眼里 是妾身唐突了 乔莲之事明显是乔莲房别有用心 没想到太夫人还是互短互得太明显 竟当着众人面帮起了小气 别怪我 事先没说清楚 我看着牡丹的文样 与莲房相衬 我就自作主张 把那批乔莲给了她 没想到家里闹了这么一出 有了太夫人做主 乔莲房便大胆地将鼠锦做成华丽的衣裳穿在身上 以为这次肯定能迷死侯爷 怎料侯爷早就知道她和石一娘争鼠锦之事 下一秒就打脸了 你可听说过 五毒星 古人吧 贪 春 痴 慢 疑 叫做五毒星 侯爷为何说起这个 心有五毒 欲望过多 便会贪恋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身衣服 你以后不要再装了 侯爷替小娇妻狠狠地出了口恶气 乔莲房回到房里落泪不止 发疯似地剪掉了精心做好的衣裳 他不惜放下自尊和脸面嫁给侯爷做情 可是他为什么就不肯接受自己呢 他想不通自己错在哪里 你什么都没做错 错的是罗家的那个树女 是他抢了你的位置 一步错步不错 乔莲房认为只有夺得正实之位 侯爷才不会轻看他 而十一娘也知道乔莲房对他的敌 可是他也不是软柿子 话中有意提醒乔莲房认清自己的位置 你看 这园中的花开得多好 只可惜 我独爱牡丹 这院里的花开得再好 也入不了我的眼 可这天下百花齐放 我就更喜欢 林寒独自开的梅花 对牡丹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夫人想说什么 请明言 我本无心与你争斗 但你若偏要招惹我 可是斗不过我了 若乔莲娘钟爱牡丹 那只管看护好她 两花便相安无事 若非得跟梅花较近 那牡丹恐怕分外娇嫩了些 怎料乔莲房丝毫听不进十一娘的话 一心想夺得正式之位 近光天化日绑架了回娘家的正妻 想要毁了她的明节 然后替代她的位置 只要罗十一娘在外边过了夜 这事就成了 到底是被谁掳走的 这一夜发生了什么 她怎么样都说不清了 此刻丫鬟很快发现十一娘不见了 急忙回到她的娘家找人帮忙 可是家里人找了一天也没有任何线索 父亲为了女儿的安危 准备立刻报关 不可报关 十一娘一见女流 失踪一夜都没找着 若是报关 十一娘失踪一事就再难瞒住 今后在徐家就再难立足 简师傅认为十一娘被绑一天没有任何动静 肯定是有人想败坏她的明节而非取她信任 报关反而会中了对方算计 为了保全十一娘名声 罗家上下立刻封锁了十一娘失踪的消息 哥哥连夜带人出去继续找人 侯爷回来听到小娇七一夜未归 非要亲自去娘家把她接回来 乔连房为了败坏十一娘的名声 非要陪着侯爷一起去 找人告诉刘妈妈 让那两人报关 让官兵去救人 好 此刻罗家还没有找到十一娘 却等来了新女婿 罗大夫人跟罗老爷想办法遮遮掩掩 称十一娘一早就出去了 你公务繁忙 先忙你的 等十一娘回来 我就派人送回去 你看怎么样 无妨 我今日无事 就在此处等十一娘好了 此刻十一娘才从昏迷中醒来 听到外面两个人要去报关 十一娘便猜到自己遭人算计 侯爷迟迟等不到十一娘回来 乔连房便不依不饶起来 这都肆无斩茶的功夫了 夫人买块布还真是精挑续续啊 侯爷要不这样吧 接身派人去街上寻一寻 一来好帮夫人拿东西 二来也好告诉夫人 您在此等候 亲自来接夫人回家 侯爷要是不放心 我这就派人去接十一娘回来 这样吧 我让我的副将去一趟 罗夫人跟罗老爷眼看就要瞒不住了 聪明的十一娘在关键时刻临危不乱 她和丫鬟相互帮助解开了绳子 想办法把看守的绑匪引到房间内 然后趁其不备将气砸晕后跑了出去 在大街上刚好碰到了侯爷的人 此刻以为胜券在卧的桥连房还在自导自演 听罗大太太说 夫人今日一大早便出去买过去了 可是 妾生刚刚让绣员去问了护卫 护卫说 并未见到夫人出门 岳父爷母 那是怎么回事 十一娘 她到底在哪 父亲母亲 我回来了 侯爷爷在 一场危机顺利解决了 乔连房立刻傻了眼 虽然此次有惊无险 但罗夫人提醒她一定要提防乔连房 今日她处处给我水半子 旁敲侧击提醒侯爷 你失踪了 不知她按了什么血 今日你被劫之事 跟她脱不了干系 罗夫人怀疑乔连房就是幕后主使 但苦于找不到证据 不断导证是乔连房是不会罢休的 而她的行为也很快露出了破绽 当家主母刚刚过世 她的儿子就患上了重用 也有用心的小妾不给她用药 刚嫁进门的妹妹要给她用药却遭到拒绝 这种乡下来的虎狼之药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给忠哥用呢 连房说得对 十一娘 先不要给她上这个药了 我们罗家上下 全家老小 都用过这个药 不会有问题的 不是虎狼之药 胡琴 你可有别的法子 那 上药吧 侯爷 十一娘想到姐姐临终前的嘱托 说什么也不能让尊哥遭嘴 急忙将止氧药膏涂在她身上 没想到药效如此快 尊哥竟不哭不闹地睡着了 尊哥睡着了 定是这药起效了 以后就让十一娘照顾尊哥 是 我定会好好照顾尊哥的 孩子在十一娘的照料下日渐好了起来 她便带着她来见太夫人 尊哥吵着要吃糖膏 可十一娘为她身体着想当场拒绝 怎料小妾看到太夫人的身影便开始表演 尊哥难得想吃点东西 夫人您就准了吧 要是尊哥觉得吃了好 病情好得快了些呢 小一娘最好了 什么事啊 我在外面就听见了 太夫人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不由地责怪起十一娘的眼 如果感觉带孩子辛苦就直说 十一娘称 尊哥此事脾胃虚弱 糖膏虽美味却不好消化 容易让孩子恶心及时 接下来她便让尊哥心甘情愿放下糖膏 你现在是想要吃这个糖膏 然后肚子疼 还是放下糖膏 跟母亲出去玩 尊哥听后便乖乖放下了糖膏 十一娘看到她十分害怕父亲 便主动调解他们的父子关系 你既然觉得糖膏好吃 那你怎么不拿一块给父亲尝尝呢 你最喜欢的玩具 是父亲特意去找来送给你的 尊哥听完便主动拿糕点给父亲吃 这让徐令一倍感意外 被浇灌的儿子第一次这么乖巧懂事 怎料没多久尊哥再次病情加重 徐家上下又乱成了一团 这之前不是说无大碍了吗 怎么又发病了呢 此次症状反复 必是再一次感染了外邪之物 为了查出尊哥病情来源 十一娘让丫鬟查起了她的日常 但并未发现蹊跷之处 看到庶子玉哥经常来看望尊哥 十一娘便请她帮自己一个忙 你帮我留意一下 尊哥前几日都在哪里玩耍 但是这件事是你我之间的秘密 不能让别人知道 文一娘也不行 答应我好不好 嗯 可怜的孩子被病痛折磨的思念起了去世的母亲 十一娘哼唱着姐姐生前给她唱过的童谣 孩子才渐渐停止哭闹 第二天尊哥的病原也有了眉目 玉哥将自己打听到的消息告诉十一娘 我有好几次看见忠哥独自留在花园 当时却没留心 您向我提起此事后 我便特意去花园看了看 我看见花园的角落里养着一只小狗 秀元姐姐还专专去喂养小狗 秀元 十一娘果然在后花园见到秀元在喂狗 这狗是什么时候在这的 你是不是经常带忠哥来这 别走把话说清楚 来人呢 站住 不然逃出来了 小妾发现不对劲急忙赶了过来 十一娘情急之下带着笼子撒腿就好 幸亏半路遇到了侯爷 夫人 我找到使忠哥治病的外邪之物了 侯爷立刻下令彻查小狗一事 果然查出了惊人真相 此狗身上也有选机 忠哥若是经常与此狗接触 身上的外邪必是因此狗而来 小狗是我送给中哥的 一直养在花园里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那只小狗染上了外邪之物啊 太夫人 侯爷 请相信联防 侯爷置问他为何在府中追赶十一娘 他则找借口称怕小狗咬伤夫人 连房一副哭哭啼啼的模样 称忠哥要是有个意外自己也不活 太夫人又对他深信不疑 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现在当务之急是让孩子赶紧度过这关 十一娘不眠不休地照顾着忠哥 这一切侯爷都看在眼里 而此刻的侯连房则为了摆脱嫌疑 竟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日日为尊哥祈福 依依啊 吃点东西吧 拿出去 没事的 我偷偷拿进来 没有人发现 我若是不能够让太夫人和侯爷对我彻底示意 我在许家 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 拿出去吧 远离了外邪之物的侵扰 尊哥很快就平安地苏醒过来 因为在睡梦中一直听到十一娘给他唱童谣 终于愿意接受他这个新母亲了 此时下人来报侯连房 因日夜替尊哥祈福而晕了过去 被感动的太夫人劝说侯爷赶紧去看看他 侯爷虽不愿却只能前往 此刻的侯连房还不知道 侯爷已经对他完全失去了信任 你一直为尊哥祈祷 辛苦了 只要能让尊哥康复 为侯爷分忧 连房不辛苦 若是绝食 祈祷就能致命 那要大夫做什么 侯爷希望侯连房好自为之 不要辜负太夫人对他的信任 此刻十一娘也对她的手段不寒而令 你们想想 若我被劫持之时 被人发现明洁净毁 之后 尊哥又死于选政 你们说 结果会如何 那徐家将同时失去正式和嫡子 在太夫人的偏爱下 侯爷娘背负上位是极有可能的 这么说来 这就是侯爷娘使的连环计啊 侯连房想同时除掉她和尊哥上位 十一娘决定不再一昧忍让下去了 不得不说侯连房真是神助攻 经过尊哥的事情后 侯爷已经渐渐对这个小自己十几岁的小娇妻动心了 而此刻十一娘的反击才刚刚开始 乔姨娘你好大的胆子 府中小妾为了贪恋钱财 竟把给百姓用的赈灾大米换成了能吃死人的美米 害怕背拨的她急忙把责任甩在下人身上 你竟然瞒着我 犯下这样的滔天大罪 是我管家无方 还请夫人责罚 都是我的错 是我连累了姨娘 是我连累了徐家 此事事关重大 要是有个什么闪失 饶不了你们 此次赈灾皇上已经知晓 若是稍有差池便是满门抄斩的欺君之罪 眼下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美米 十一娘让乔连房和丫鬟赶紧去凑齐大米 至于周鹏的粥必须先停下 等新米来了再煮 夫人 这些虽是美米 但是吃个一两顿并无大碍 我看这几天不是也没出什么事吗 就是害怕停止失粥了 灾民闹事 没事那是侥幸 等新米来了再煮 是 周鹏停粥后 灾民们议论纷纷 徐家的死对头已经趁机向他们发卖 买空了今世所有的米粮 乔连房好不容易从娘家借的米也被他们设计破坏 十一娘猜到他们肯定还有下一步动作 果然他们很快就找人上门刁难徐家 给我们吃的到底是什么米啊 我爹从喝了粥就口吐白沫 你爹 你怎么样 若是你们的米没有问题 可该让我们看一看 对 灾民在闹事者的怂恿下质疑艳母 根本不听十一娘的劝阻 却发现米并没有任何问题 灾民们这才知道冤枉了永庭侯府 原来十一娘预料到对家还会生事 不惜拿出自己嫁妆来应对风险 在事发之前让丫鬟拿着这些地器去找捡师傅 她愿用一亩田换一担子 虽然这是她的全部家当 可她却甘愿为徐府牺牲 十一娘这应急措施令死对头刮目相看 只是全京市并没有剩下多少米了 大爷说的不错 他们撑不了几日了 徐家要是停止十周 那些灾民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到那个时候 他们的美米就再也藏不住了 欧家想借着美米之事让徐家无法翻身 正如他们所料 两日后他们的米粮便用完了 人一旦饿极了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加上几个闹事者烘托气氛 灾民们很快就不管不顾地冲进去抢你 十一娘害怕美米之事暴露拼命阻止 却在暴乱中被推倒 灾民们疯了一样的轰抢粮食 眼看着松动的牌匾落下来就要砸到她 关键时刻一只飞剑就吓了十一娘 徐令一架马归来冲过去护住了她 立即下令制住了暴乱的灾民 十一娘凭借一己之力护住了徐家的安危 徐令一对此感动不已 也让她看清楚徐家在大难面前谁才是真心待大 接下来她要收拾这个胡作非为的小钱 小娇妻嫁进来一年不肯连房 侯爷趁她熟睡终于等来了幸福时刻 怎料刚报到半路娇妻就醒了过来 发现在丈夫怀里又吓得赶紧装睡 没想到侯爷早就是破了十一娘的小心思 既然媳妇不愿意体面那就惯着她吧 第二天十一娘睁开眼睛便看见丈夫近在眼前 刚准备要逃跑又被丈夫拦了下来 怎么不多睡一会 一会还要去给母亲请安 侯爷你不起身吗 我还想再躺一会儿 见侯爷没有起身的意思 她捏手捏脚的想离开床铺 怎料丈夫却故意捉弄起了小娇妻 自从十一娘嫁进门就一直被小妾欺负 因为她执掌忠愧差点给整个家族带来灭顶之灾 侯爷趁机就把掌家权给小娇妻要了回来 还要狠狠帮她出口气 乔姨娘 屡次用人不当 处事不明 担不起忠愧之责 好了好了 我累了 乔姨娘 你回房去 家中所有的事 你不要再管了 太夫人不仁让乔连房受委屈 只是让她尽快将掌家权归还给十一娘 今后家中一音大小事物都转交给夫人来处理 这是十二本账簿 二十把钥匙 现在好了 总算是各安其主 各归其位了 你这丫头 可恶者来的 我就是要说给她听到 这种大快人心的话 必须要让所有人都听到 没有了掌家权 也没有侯爷的宠爱 乔连房得赶紧去五八同城找个工作了 她发誓要把属于自己的一切都夺回来 而十一娘有了夫君的宠爱 再也没有谁敢怠慢她了 晚上侯爷到处找不到小娇妻 原来她是待在秦姨娘这里 侯爷找个借口就要留下来 秦姨娘受伤了 我来看看你 多谢侯爷 要不今晚就在切身这用饭吧 那我先告辞了 你也留下来一起吃吧 去带这买饭 奇怪的三口之家便开始一起吃饭了 侯爷偏爱得太明显 一个劲地给小娇妻加菜 发现不对劲才将一碗水端皮 一顿饭吃得极为尴尬 十一娘提出要先行离开 那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走 夫人 你身体不适让侯爷送你吧 这样妾身也能安心一些 不必逃扰侯爷了 你腿上才刚好些 不能太失礼 侯爷二话不说就起身送十一娘回去 怎料小娇妻生怕会跟她发生什么 她是想留宿吗 万一有了孩子怎么办 侯爷今晚是不是还没有给母亲婚定请安 现在这么晚 老人家想必已经休息了 对了 我今日刚执掌中馈 我一会儿还要去 这种小事不用你亲自去做的 小娇妻花式找借口逃避远房 都被厚脸皮的侯爷一一破解 非要去她那里喝杯茶 侯爷明显是要在她这里留宿啊 可此刻的十一娘还没准备好接受她 怎料关键时刻丫鬟来神助攻一把 天色已晚了 要不要给侯爷准备木汤啊 十一娘眼里写满了拒绝 侯爷看她的态度只好转身离开 那你早些歇息吧 我就不打扰了 不打扰不打扰 那我送送侯爷 我走了你就这么高兴 不是 侯爷公务繁忙 我也不好 多留你 对 侯爷就这样被狼狈地赶了出来 只好憋着一口气回到书房处理公文 看来脸皮还得更厚一些 才能得到小娇气的心 丈夫从外面带回来一个私生子 家中四个妻妾为争宠都抢得认为 无法生育的秦姨娘 跪求夫人把孩子让给自己 妾身之前有过小产 大夫说了 妾身这辈子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 妾身屋里一厢冷清 若是能有个孩子 下半辈子也算有个盼头了 求夫人成全 十一娘明白秦姨娘心中的苦 但此事还需丈夫和太夫人亲自定夺 此刻乔姨娘也抢着任孩子 想以此抓住夫君的心 连房啊 你还年轻 早晚会有自己的孩子 你说你真有这个经历 那还不如好好去伺候侯爷呢 可是你也知道 侯爷几乎都不去我呢 乔连房想着或许有了孩子 侯爷就会多去他院中几次 十一娘的哥哥也听闻了私生子之事 他不赞成十一娘领养孩子 因为他还未生养 这孩子将来会占了他嫡长子的名字 哥哥向来为十一娘着想 所以他决定退出 为了决定孩子的抚养人选 太夫人让几个姨娘都跟凤卿接触一下 看看谁跟他更投缘 凤卿 你玩这个 这个叫鲁班球 这个特别好玩 你试试 孩子还小了些 这个他还不太会玩 凤卿少爷 你看 这个你喜不喜欢呀 乔连房紧接着拿出来一支红银枪 凤卿看到后非常开心 怎料孩子太过顽皮 在玩耍时差点伤到自己 幸亏秦姨娘不顾一切 上前护住了凤卿 赶来的侯爷看到这一幕非常愤怒 秦姨娘没事吧 我没事 凤卿没事吧 这红银枪谁拿来的 是我 但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伤人啊 拿走 用这么危险的玩具哄孩子开心 这下侯爷断然不会将凤卿 交给乔连房来抚养了 他将这一切过错 都算在了买玩具的丫鬟身上 那还不是那个卖货狼吉利推荐 说男孩都喜欢这个 哪个铺的卖货狼 就是那个走街穿巷的卖货狼啊 那日我正好出门 在府门口遇上了 我就买了 你说你怎么这么蠢啊 我们八成是中计了 哪有那么巧的事 肯定是那罗石姨娘 看不惯我得势 故意给我使的手段 石姨娘真是人在家中做货从天上来 乔连房因得不到孩子愤怒不如 看到五爷的夫人正在院中散步 便开始借机声势 告诉他凤卿并不是侯爷的私生子 而是五爷在外面惹下的风流寨 五夫人有所不知啊 这个凤卿少爷的那一双眼睛 简直生得跟五爷一模一样 不知道他还以为 他是五爷的孩子吗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 别在这拐弯抹角 我都已经说的那样明白了 是你自己不相信 你要自己还不信的话 可以去西跨院看看那孩子 就什么都懂了 您仔细想一想 你侯爷的性格 怎么可能做出这样风流的事情 身怀六甲的丹阳 非得将此事弄个明白 此刻西跨院台阶前日刚重修 怀有八月生育的县主 差点从台阶上摔下来 关键时刻 嫂子冲过来为她做了人肉垫饼 这才保住了她和孩子的命 看到他们平安无事 石姨娘才松了口气 多谢四嫂水深相求 不敢当县主的谢 因为台阶休得急 我这西跨院 平日也就侯爷 和那几位姨娘经常出入 所以就只通知了他们 万万没想到 县主今日突然造访 这要是伤到了县主 我真是百死莫属 原来县主是听说 嫂子府里来的孩子 是丈夫的私生子 这才气急败坏地来找她理论 石姨娘一口咬定 孩子就是侯爷的 跟她丈夫没有一点关系 如今她身怀六甲 石姨娘相信她定会明白 传谣之人的心意 县主听后恍然大悟 原来刚才乔姨娘 把丈夫私生子的消息 透露给她 就是故意想把她 引到石姨娘这里 到时候就可以把她 流产的事情嫁祸给石姨娘 如此借刀杀人之际 真是太惊人了 被当枪使的县主 下一秒就来手撕 这个恶毒响截 原本以为你出身名门 品行还算端正 没想到 你心术如此不正 连峰不知做错了什么 惹得五夫人如此生气 瞧瞧 又是这么一副柔弱无辜的面孔 平日里也就母亲菩萨心肠会心软 你瞧瞧侯爷 她可曾拿正眼瞧过你一眼 今日好在丹阳平安无事 她劝乔连坊从今以后 最好安顺手挤作人 否则绝对饶不了她 可这小妾还装起了无辜 县主 就可以这么红口白牙的冤枉人吗 还有没有天理了 你若是不服 你大可以去母亲和侯爷那儿告我一转 咱们正好也理论理论 心虚的乔连坊 这才肯低头认错 屡战屡败的她算是把家里人都得罪光了 这下她想坐上正妻之位就更难了 十大体的丹阳看过孩子便知道那谣言是真的 但她明白当下她保住肚子里的孩子更为要紧 此时午夜正好回来了 丹阳便向她提起了凤卿之事 虽然是侯爷的孩子 可梅雨间竟与你有几分相似 到底是咱们徐家的子嗣 听闻那凤卿从小被受虐待 不过幸好被侯爷寻回细心照顾 你呀 抽空也去看看凤卿 毕竟也是当叔叔的 你多带着他玩玩 丹阳看破不说破 五爷也明白夫人的心思 由衷地感谢她的宽宏大量 不用谢 你只要不要忘了我母子俩就行 说什么傻话 你们孩子是我最在乎的人 不得不说这才是侯门嫡女的做派 此刻凤卿到底由谁来抚养侯爷一直定不下来 她觉得秦姨娘婢女出身又没有学识 恐怕教不好凤卿 乔连房心机太深肯定会带坏孩子 就在他们纠结之时 二夫人突然站出来要认养孩子 你是真心的吗 是母亲 我和凤卿那孩子十分投缘 我愿意照顾凤卿 若母亲不反对 以后凤卿就记在二哥名下 由二嫂担养起教育之责 先前乔连房和秦姨娘为争凤卿绞尽脑汁 如今突然由二夫人来抚养 她认为一定是十姨娘故意安排的 我们俩为孩子争了个头破血流 却让夫人做了这个顺水人情 如今啊 夫人真是李子面子都有了 你说这算不算是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 十姨娘明明答应了自己 如今却让秦姨娘空欢喜一场 一直不争不抢的她心中突然生出一丝邪念 小娇妻嫁进门一年多不肯与丈夫同房 整日打扮成未出格的姑娘在外面抛头露面 尾随其后的丈夫想一探究竟 却发现她在背着自己偷偷搞事业 作为侯府当家主母整日扮成这样成和体统 侯爷本来打算进去将她带出来 却无意中听说了夫人的大善行为 她大概多久来一次 一个月也就三四次吧 来给咱们栽民女眷上上次秀课 多亏了罗师傅给咱们传授记忆 咱们才能在受灾之后 有遗迹之常赚钱谋生 要不然早就流落街头饿死了 原来夫人对灾民一事如此伤心 侯爷决定不再打扰她 还贴心地安排护卫派些人暗中保护 了解夫人的品行后侯爷对她更加着迷了 下午她故意装作在院中散步 还跟自己的夫人来了一次偶遇 看到夫人行完里转身就要走 侯爷这体面算是装不下去了 开始跟媳妇没话找话说 没你一事乃欧家在幕后住室 对 这你知道 听到侯爷跟自己说这些 十一娘猜到她已经知道自己外出的事情 刚刚准备向她坦白怎料乔连房突然出现 侯爷 连房有话想要对侯爷说 十一娘见状便离开了 乔连房自从嫁进来侯爷就没碰过她 想方设法留她晚上陪自己过生辰 侯爷本想拒绝 却突然想起太夫人说起要善待后院之人 你对他们来说是唯一的依靠啊 你不能永远冷着他们 为了一碗水端平 侯爷只能答应乔连房 十一娘无心争宠 可把她身边的陶妈妈记坏了 听到侯爷晚上在乔连房那里待了半个时辰 陶妈妈担心这个小妾有了孩子会威胁到十一娘 便要安排她身边的丫鬟来笼络住侯爷的心 大太太让我转告你 想要见到你姐姐 就必须记住她嘱咐你的话 十一娘现在不得宠 那她身边必须得有个人帮她搂落住侯爷 可是这么做怎么对得起夫人 现在哪还顾得了那么多 现在最重要的是罗家的利益 和你姐姐的安全 琥珀有把柄握在罗夫人手中 所以她只能听令照办 第二天便借着十一娘的名义来给侯爷送汤 话中有意地想要让侯爷给她宠爱 侯爷让琥珀做任何事 琥珀都会一一照办 出去 看透一切的侯爷下令让护卫将琥珀带出去 并交给十一娘处理 琥珀见状急忙坦白一切 我自小与姐姐分开 只有大太太知道我姐姐的笑容 所以我不得不听她的话 可是夫人 我真的没有想过要背叛你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有意的 你要真心想做点什么 穿成这样 可不行 琥珀今日的衣着要比平日都朴素几分 头上更是没有什么插带 十一娘明白她并不是真心引诱侯爷 所以并没有与她多计较 卑微的庶女第一次来参加傅太太们的聚会 一位太太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想借着一盆花嘲讽她没见过世面 徐夫人应该知道这支花是什么花吧 一盆花而已 难道实得便能高人一等 看来就算是当上了永平侯夫人 也掩盖不住往日的粗笔浅薄 如此的孤陋寡闻 可莫要说是我们罗家的女儿 依我来看 亲疏不分 好赖不识 才丢了自家人的脸 二姐 同样是庶女出生的姐姐因为嫁得不好 便跟着欧夫人一起坑妹妹 怎料十一娘下一秒 就将此株花草的名字一一道出 春书讨礼宴 封建惠兰香 这珠红颜色虽稀有 但也并非高门贵咒独有 商骨之家也能见到 闪玩之物而已 你怎么可以拿商骨之家 跟我们相提并论 十一娘此番的应答 令徐太夫人倍感满意 急忙上前帮儿媳说话 红色灰兰虽少见 但用心叵测之人缺不少啊 兰贵高杰 也不是谁都配上完点评的 要是落尽了卑秘小人之手 岂不是玷污了这高杰的名声吗 太夫人一句话对得欧夫人哑口无言 十一娘很快注意到她衣裳上的绣品 花纹竟和母亲遇害时留下的不条一模一样 她找了杀母凶手这么久 如今终于有些没梦了 太夫人带着十一娘 参加了一天豪门太太们的宴会 生怕自己平日里疼爱的 乔连房心里会不舒服 所以晚上故意来看望她 怎料却碰巧听到她在口出恶言 她罗十一娘是什么东西 凭什么跟着太夫人去赴宴 这本杆是属于我的 她不过就是个低界的庶女 出身再低界了 她现在也是永平侯夫人 我一直以为你是最师大体的 没想到你竟然口出恶言 徐太夫人看清了乔连房的真面目 叮嘱她记好自己的身份 自古尊卑有序 十一娘现在已是永平侯夫人 并非她一个妾室可以诋毁的 太夫人这次明显不再深信她了 她劝乔连房去五八同城找份工作干给正事 不要再处处针对十一娘了 太夫人看清了乔连房的另一副面目 越来越觉得十一娘待人真诚用心又是大体 之前是自己错怪她了 林书出身终归替代不了本心啊 此后太夫人一改往日的态度 看到十一娘与侯爷之间感情和睦 也逐渐接纳起了这个儿媳妇 此刻的乔连房感觉自己就像个外人 屡战屡败的她不甘心就这样出局 还在妄想着夺回属于自己的正气之位 正房太太怀疑母亲是被苦中小妾害死的 于是故意办了一场法事祭奠王母 还让丫鬟故弄玄虚逼她露出马脚 之前绍兴就有一对兄弟 因为嫉妒杀害了别人 死者的家属就办了一场这样的法事 第一天那俩兄弟就开始掉头发 三天后搔痒难耐 到了第七天直接穿肠烂肚而死 你说吓人不吓人 东青 看见乔连房已经吓得不轻 十一娘见状开始煽风点火 平生不做亏心事 夜半敲门心不惊 怪力乱神我是不信的 即便这场法事真招来什么 那也是冤有头债有主 是吧 夫人说得极是 只要行得正做得直 再是不怕的 此时一阵阴风吹了过来 乔连房瞬间吓得不知所措 急忙向夫人请辞 十一娘断定她心中一定有鬼 果然第二天乔连房因心虚而感到全身不舒服 我掉头发了修缘 您可能是说得太用力了 平日也是掉这么多头发 我平日没有掉这么多头发 紧接着丫鬟说的那些症状 她也感觉到了 乔连房瞬间感觉浑身臊痒难耐 情急之下急忙前往慈安寺求签 然而在十一娘的兽意下 丫鬟早已安排换了签筒 乔连房毫无悬念抽到了一条下下签 师父可有办法化解 只怕死果还是源自施主 往日之念阴 因果报应 天道如此的 还请师父 无论如何都要帮忙化解 多少因子都可以 解签人称 只要超度王者遗物七七四十九天 霍克渡过苦海重获新生 乔连房为了心安一一照做 但此刻她还不知已经落入十一娘的圈套 不过让十一娘感到意外的是 她拿的王者遗物不是母亲的 而是大姐原娘的 这让她瞬间想起原娘死前说的话 第二天十一娘便跟陶妈妈打听起了原娘的病情 这才得知大姐生前乔连房就经常来侯府 为了讨好侯爷费了不少心思 可惜大姐因为一次小产便要时难救 如果十一娘没有替大姐嫁过来 那永平侯夫人肯定非乔连房莫属 乔姨娘害死大姐的嫌疑非常大 如连仙夫人都是被她所害 那今后您跟专哥的出情将会非常危险 我必须找到乔姨娘杀害大姐的证据 让她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 十一娘苦于找不到证据 此时侯爷喝得烂醉如泥 死皮赖脸的非要睡到十一娘房间 丫鬟和侍卫们都在盼着两位主子远房 十一娘迫于无奈只好照顾起了侯爷 没想到一向严肃的丈夫喝醉酒竟矫情起来 不停使唤媳妇伺候自己 此刻小编也分不清侯爷是喝醉还是装醉 等到茶来了她又不想喝了 趁机将十一娘搂在了怀里 侯爷整天想着跟夫人在一起 可十一娘却一心想着给母亲和大姐申冤 而她也很快想出逼乔连房认罪的办法 从外没圆房的正房太太突然呕吐起来 妾室们都以为她有喜 此刻的乔姨娘心中郁闷至极 她怎么可以比自己先怀上孩子 没想到十一娘这次就是演给她看的 因为她怀疑先嫁进侯府的大姐小产人王就是她害的 如今肯定也不会放过她 乔姨娘既容不下先夫人的孩子 如今也一定容不下夫人的孩子 若她知道夫人有孕 说不定会顾及重拾 那夫人便可暗中不拒 守住待兔 但是这事怎么瞒呀 万一太夫人知道了真相又要怪罪了 为了替离世的大姐申冤 十一娘决定把假怀孕继续演下去 她怀孕的消息瞬间传遍整个侯府 侯爷喜当爹缺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他们夫妻二人明明清清白白 哪里来的孩子 但既然妻子那么想要一个子嗣 她也是很愿意成全她的 既然你不好意思自己去成院撒了谎 母亲那边我可以帮你一忙 但你自己还是要想办法怎么圆过去 倒也用不着怎么圆 只要月姓来了 一些都明白了 你若是实在圆不下去 我是为你丈夫 是可以帮我救你一小孩 瞒着丈夫查大姐被害一时 十一娘只能等真相大白之日 再向她和婆婆请罪 第二天仲一娘前去向十一娘请安 她故意在众人面前提起 何十一管的妙药 想去求些宝采妙药 乔连房听到后果真的按捺不住 第二天就跟何十一管联系上了 徐家夫人怀了身孕 这两天会过来取妙药 乔连房想要故技重施 再要中动手脚 原来当年原娘因华胎伤了身体 确实是她倒的鬼 为了夺得侯爷的欢心 她这次也容不下十一娘 为了得到后果的心 我必须尽快地 将你赶不出 此时秦姨娘院中花开得正好 她让十一娘去挑选两盆观赏 丫鬟来到院中 挑走了两盆夜来香 随后秦姨娘又邀请了 乔连房到院中赏花 故意提起了丫鬟 挑走了两盆 对孕妇最不利的夜来香 这里有两盆夜来香呢 对东青姑娘端走了 天哪 夜来香香味太浓 不宜养在有孕之人房里 快去追回来 好 我现在就去 哎呀 怎么偏偏挑了这两盆了 秦姨娘是想借乔连房的首杀人 而乔连房经过暗中调查 果然发现一切的一切 都是十一娘做给她看的 为的就是查清原娘之死 好狠的算计啊 原来她早就已经怀疑 我原娘的死与我有关 什么祭奠生物 什么游戏 什么需要妙药保胎 通通都只是做给我看的 一娘 这下可怎么办 还想算计我 说不定 这就是天赐良机 如今十一娘的算盘 都在乔连房眼中 她决定主动出手 杀十一娘一个措手不及 你这是逼我去死啊 我今日就死给你看 不认害住手 住手 你根本就没有错 你为何要死 你们这么会演 怎么不去唱戏啊 小妾凭借一出好戏 成功扳倒正房 此刻太夫人 已经对十一娘 完全失去信任 不想再要她这种儿戏 连房去备好马车 把十一娘送回罗家 她犯下了七处罪 等侯爷回来 休妻 为了让十一娘 犯下七处之罪 乔连房带着太夫人 来到她偷偷 交在民们刺绣的仙灵阁 然后趁机让安插的眼线 开始闹事 称十一娘 并非是真正做善事 只是想赚大钱 压榨他们劳动力 灾民们在她的挑唆下 也一起闹了起来 我们今后 都不在仙灵阁干了 对 我干了 我们做的绣品 在外面明明可以卖二两银子 你们却告诉我们 只能卖出两百万 这不就是故意在坑害我们吗 仙灵阁应该把欠我们的钱 都还给我们 对 黄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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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娘一眼就看出闹事者不是真正的灾民 可是对方却继续煽动着灾民情绪 一片混乱之际她推了十一娘一把 这下她假怀孕的事情也暴露了 太夫人得知十一娘根本没有洗脉后十分生气 乔连房趁机开始煽风点火 窜柱太夫人给她定卷 两个丫鬟见状立刻站了出来 乔姨娘 你装什么呢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你害死了仙夫人 如今又要害我们夫人 你太恶毒了 乔姨娘勾结何时医馆 用妙药 使仙夫人滑胎 致使仙夫人身体虚弱而死 而夫人假装怀孕 就是为了引她出手 拿到她害仙夫人的证据 太夫人明鉴 仙灵阁仪式也是乔姨娘从中作可 丫鬟这番话让太夫人听得十分荒唐 乔连房健壮在一旁哭哭啼啼 想要寻死正清白 太夫人一怒之下让十一娘当场认错 母亲欺骗您是我的错 可是我在仙灵阁教授灾民 没有错 我指证乔连房更不是错 你可有屏障 我一直在调查此事 只是中途出了纰漏 证据丢失 没有证据就是污蔑 十一娘身为主母 没有任何证据便污蔑切实 假装有喜欺上瞒下 在绣房抛头路面压榨灾民 庄庄渐渐已经犯下了七出之罪 此刻侯爷刚好不在家 太夫人便当场做主 连夜将十一娘送回罗家 他打算去五八同城 找份工作好好生活 而乔连房也终于得偿所愿 你罪犯七出 被徐家赶出大门 很快侯爷的修书 也会送去罗家 从今往后 愿你心存善念 好自为之 乔连房态度嚣张地 看着十一娘离开 可十一娘却早有主意 因为惹怒太夫人李府 也是她的计划之一 让她觉得 我们落入了她的圈套 她才会就死罢休 自己阴谋得逞 才会放松警惕 如此一来 我们正好趁机 好好调查一下这个事情 困在徐府 又如何行事 此刻的乔连房 正梦想着替代十一娘 坐上正妻之位 以后侯爷就是她一个人的了 殊不知十一娘的反击计划 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侯爷兴高采烈地回到家 才发现心爱的妻子 已被赶出家门 家都没回 直接骑着马来到十一娘的娘家 得知她假怀孕 欺骗了母亲 也欺骗了自己 还犯下了七处之罪 二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可是她还是不忍心休妻 她无端指责连房 没有一件事实证 而她犯下的装装件件 都摆在面前 你还视而不见吗 十一娘 纵然有错 可我 也有疏忽管教之责 你不再想想吗 眼看着侯爷不愿休妻 但乔连房 绝不给十一娘任何翻身的机会 她决定再推此事一把 让母亲在外四处散布谣言 称十一娘借着永平侯的旗号 在仙灵阁欺压在内 眼看着儿子的清玉就要毁了一代 太夫人便不停向儿子施压 侯爷无奈之下只能休妻 让哥哥把修书给十一娘带回去 侯爷真要休了十一娘 徐令仪 你可是欺我罗家无人 好大的胆子 太好了 乔连房得知 徐令仪写下修书后大喜 终于亲自看到侯爷休妻的时刻 此时尊哥吵着要找母亲 乔连房便跟她说起十一娘的不是 那坏女人不会回来了 她也不再是你的母亲了 知道吗 她会回来的 你才是坏女人 尊哥想要母亲回来 可侯爷非但不肯理会她 更是让人将十一娘的东西全部清出去 失宠的乔连房突然被侯爷保护 心中说不出的高兴 此时乔夫人也趁时向太夫人提起了侯夫人的位置 想让女儿当上徐家主母 可这妾使扶正是不合规矩的 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日后等连房有了身孕 我们两家一起进宫 求个贵人恩典 还是有希望的 听到当上正妻有了希望 乔连房瞬间乐开了花 此时文姨娘跟秦姨娘也议论起乔连房扶正之事 他们很清楚乔连房用了什么手段赶走了十一娘 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这样对他们 怎料这番话全部被乔连房听到了 得知乔连房已经得意忘心 十一娘便放话称 已经找到了她陷害自己和大姐的证据 为了稳坐正妻之位 乔连房打算杀人灭口吧 我本不想取你姓名 但是你自己送上门了 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费尽心思追到这里来杀人灭口 还不承认是你害了大姐 元娘就是我害死的 可你知道又有什么用 你还有命去告诉别人 乔连房将自己的罪行一一道出 然后打算杀人灭口 怎料就在她得意之际 侯爷突然冲出来护住了妻子 乔连房当时就懵了 而她陷害十一娘的手段也将被一一揭露出来 乔连房 毒害元娘 以至她华太病重而死 又多次陷害十一娘 罪孽深重 依照家规 仗则三世后 送入农庄 待罚休息 此生不得回敬 侯爷与十一娘夫妻齐心揭穿了乔连房阴谋 但在被赶出徐府之际 乔连房还是想再见侯爷一面 将二人的缘分从头说起 我十岁那年 我娘带我到徐家来玩 那时候我摔了一跤 你为了哄我开心 给我折了好大一束桃花 那时候我瞧着你 心里就在想 你可真好看 长大了 我一定要嫁给你 从那以后他的心里就再也容不下别人 侯爷喜欢父亲 他便方便明示苦恋情景 侯爷上阵杀敌他整日担惊受怕 就这样梦里梦外念了侯爷十几年 没想到这些年他只感动了自己 侯爷根本不想听这些 我谋害元娘不假 可那罗元娘又是什么好人呢 若不是因为他 我堂堂乔家敌女 怎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此事是元娘所为 十一娘自始至终都没有为难过你 但你却几次三番地陷害的 如此狠毒 乔连房觉得十一娘作为庶女 根本配不上侯爷 只有她才有资格做她的妻子 不明白侯爷为何不肯接受她 可她不明白爱是互相欣赏而非强求 更不是委屈求全 侯爷也根本不在乎什么敌处处处的 你虽是抵触 但心术不正 而人心尽是 十一娘虽是庶女 她却凭着良善仁义 赢得了尊重 由此可见 人之可贵 不在于出身 而在于本心 乔连房自从嫁进来侯爷都没碰过她 就这样被狼狈地赶出侯府 出身高贵的她再也没有从前的光彩 乔夫人不忍心女儿在这里受贵 想要不顾一切将女儿带回去 可乔连房哪也不想去 我想要得到的 都已经奋力地争取过 如今 我心愿意了 再无他求 十一娘的错 乔母从小到大 教了女儿太多的算计 女儿想要什么都会让她 不择手段地得到 却没想到害了她一辈子 经过多重磨难侯爷 对十一娘更加宠迷非凡 此时正值七夕佳节 再听到头呼蹊跷 可以得到两盏花灯 携手共度白头时 她二话不说 拉着十一娘上前一起参与 夫妻二人齐心协力 得到了两盏花灯 侯爷便趁机 向妻子许下了诺言 侯爷对十一娘真心以待 可是她心中却愧疚万分 自从嫁入侯府 她从来没有对侯爷抱有过希望 只想查清楚母亲当年的死因 第二天她去五八同城找了份工作 想赚点银子继续追查凶手 没想到母亲遇害的真相 也很快有了没没 一名猎人将当年看到的情形 一一道出 我记得那天还来了好多官兵 来围剿什么逃犯的 那个逃犯 劫持了一个女子做人质 最后 那个带头的大官 一箭就把那个女的给射死了 这名猎户当时还在现场捡到了一支箭 跟侯爷独有的三棱箭一模一样 十一娘不敢相信猎人所说的话 更不愿相信母亲的死 跟侯爷有什么关系 两个小妾看到正房太太 正和别的男人私会 下一秒就将她的留言 传到丈夫的耳朵里 那个男的呀 一看就是夫人的相好 他们那举止那么亲密 给我魂都吓掉了 夫人不是那种人 他怎么可能背着侯爷做这种事呢 侯爷听后瞬间打翻错坛子 感到现场果真看到妻子 正和一个男子纠缠不清 我回去了 他若不想走 你不能强求 侯爷 他是欧家的次子 欧燕行 你想接近我夫人有何居心 你欧家已经下坐到这个地步了吗 我与十一娘清清白白 十一娘也是你叫的吗 虚有两家本就有不共戴天之仇 侯爷怀疑对方有目的接近十一娘 没想到十一娘下一秒 就拿剪刀点在自己的脖子上 以命威胁她放下剑 十一娘 太危险了把剪刀放下 你真就不管人死活吗 你居然为了她 用自己的命来威胁我 把剪刀放下 你把剑放下 侯爷没有想到十一娘 竟为情敌坐到这个地步 无奈之下只能放下剑 但看到十一娘险些滑倒 她还是奋不顾身地上前护住妻子 没想到妻子下一秒 两位小妾责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侯爷生怕十一娘会受到责罚 你为什么要刺伤侯爷 既然是我带成为女子 这里的事 不可以说出去 我走 你该住住家门 过两日侯爷还要去山洞 别说了 随后大夫便开始为侯爷诊治 看到侯爷伤得如此严重 三天后根本无法奉旨前往山东 太夫人情急之下想立刻报关 并向皇上秉命一切 可侯爷害怕事情闹大伤害到十一娘 将事情全部拦了下来 为何不能报关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怎么去山洞 若不报关 皇上那儿怎么交代呀 康命不尊 那可是杀头大罪呀 死哥 你不要命了 我有我的道理 太夫人虽然听从了儿子的话 可她感觉此事透露着稀巧 立刻命人暗中查探 其实十一娘这几天 一直在查母亲遇害之时 在欧燕行的帮助下 他们查到当时侯爷 极有可能就是杀母凶手 可侯爷在生死关头一直护着十一娘 如此重情重义之人 怎么可能是自己杀母仇人 冷静下来的他这才知自己错怪丈夫 但此刻侯爷还在昏迷 十一娘只求能贴身照顾他 在侯爷醒来之前 我劝你最后别进去了 傅大人 此生侯爷 并非我本意 您若不放心 可以在旁守着 跟我一起照顾侯爷 现在侯爷需要有人贴身照顾 若不让夫人照顾侯爷 也来他人怀疑 相信不是侯爷希望看到的 十一娘不眠不休 足足照顾了丈夫两日 第三天他便要带着伤口前往山东 但又害怕母亲查出真相责罚他 便给十一娘写了一封和离书 你要与我和离 我这一去 我只何时才会 若是母亲发现 你便拿着和离书 离开这里 他们自然不会为难 是我当时一时冲动 误伤了你 我愿意承担任何的责罚 你不要和离 你不要维护我 死了 丈夫在临别时写下一封修书 就去前方正在 怎料第二天就传来他牺牲的消息 婆婆将一切都责怪到儿媳身上 若不是她在儿子临行前刺伤了他 儿子定不会葬身于火海 他们欧害家者 犹如镇前杀帅 我要让他一命 第一命 你可千万别冲动 是啊娘 您若真是要让四嫂尝命 那罗家那边 又该如何交代啊 此刻十一娘怎么也不相信 丈夫已经死了 非要亲自去灾区去看一看 二夫人急忙跑来报信称 太夫人要置罪于他 丫鬟情急之下急忙拿出侯爷留下的和离书 只要我们将和离书找出来 太夫人就没有办法处置夫人了 我现在才明白 侯爷一定是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所以才写下这个和离书 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夫人 你怎么还留着他 我不是让你烧了吗 把十一娘给我带出来 此刻经历丧子之痛的太夫人已经失去了理智 她想让十一娘为儿子偿命 十一娘自知罪孽深重 但她只希望太夫人能够多给她点时间 因为她见不到丈夫的尸身绝不甘心 她若活着 请允许我向她治前忏悔 要杀要寡 惜听尊便 说侯爷不信生 我愿自觉在她临前 以死心 不配再见到侯爷 此时二夫人再次站出来求情 侯爷对十一娘情深义重 希望在见到她尸身前留她一命 五爷也不相信侯爷会葬身火海 希望看在他们孩子的面子上先往太一面 太夫人只好暂时留着十一娘信念 把罗十一娘拉到乡下农中 告诉那边管事的 她的一切用度都比赵奴婢 女后 她可是害了侯爷的人 如若你们暗中相报 那就是以徐家作对 堂堂主母被打发到乡下农庄 肯定是做了对不起主家的事 所以就连几个管事的也都没给她好脸色看 把什么脏活累活都推给她看 这么几件衣服 怎么到现在还没洗完啊 我看你们就是偷懒 怪不得被太夫人赶出来 今天罚你们把这庄子里所有的水缸都给我挑满 你别太过分了我跟你说 明天我来验收 干不好的话 接着罚 即使受到如此苛责待遇十一娘 还是迟迟不肯离开 因为只要走了她便再也入不得徐家的门 她要在这里等着丈夫平安回来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她便更加思念丈夫 才发现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一心赴她周全的买 只能日夜绣着观音像保佑她能平安回来 很快带来的刺线也被她用完吧 丫鬟们开心地以为主人可以好好休息 可是十一娘就是不想停下来 这个或许可以 我以前就听师父提起过 自唐朝圣元年起 就有人用发色为原料来刺绣 只是 我从来没有尝试过 也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 丫鬟们感叹主人想侯爷真是想摸着了 这天突然有一帮黑衣人冲出来要刺杀十一娘 关键时刻欧燕行冲了出来 原来她一直在暗中保护着十一娘 毕竟她如今的遭遇跟自己也脱不了关系 老公子 快走 此刻黑衣人人数越来越多 他们势必要将十一娘赶尽杀起 危难之际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丈夫平安无恙地出现在她眼前 再次挺身而出护住了她 多产人 侯爷 回来的路上 这段母亲牵动于你 便该来这里 其实你可以拿出合理书 便可以离开许家 为何要委屈自己 来到这个地方 受尽孤注 我怎么可能会拿着合理书走 我还要等你回来呢 妻子一句不会走 瞬间又让侯爷心软了 看到儿子平安归来 太夫人高兴地喜极而起 没想到儿子把犯下大错的儿媳也带了回来 你怎么把她给带回来了 十一娘是我的夫人 我当然要把她带回来 我不允许 这个女人谋害自己的夫君 我绝不允许 她踏进徐家一步 十一娘伤害家主是事实 太夫人坚决要把她赶出家门 可是侯爷坚决站出来维护妻子 我身上的伤 都是故意为之 也并非大家看到的那么严重 这一切 都只是为了骗过欧家人 十一娘为了配合我演出场戏 受了不少委屈 她非但无故 还有大功 欧家人利用十一娘离间他们夫妻感情 想要趁她重伤时在灾区取她性命 幸亏侯爷利用假死一计才逃过一劫 并让欧家人露出了马脚 可她还是不忍心责怪妻子 儿子为撑起整个侯府赤苦受累屡次受伤 既然她不愿意追究太夫人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这样放过了十一娘 但侯爷内心深处还是被妻子伤得很深 回去就命手下将自己的东西搬回半月盘 十一娘心中虽然失望 但并没有阻拦 既然侯爷还会去亲自见你回来 而且还在太夫人面前替你求情 证明侯爷的心里还是油腻的 我明白 可能在她心里 我的隐瞒不信任 比那一刀伤得更重吧 这次换十一娘主动来讨好丈夫 她连日来为侯爷准备了她喜欢吃的饭菜 可丈夫却半口不吃 此时五娘前来看望十一娘 在知道他们夫妻闹脾气时 她便给妹妹织了一招 你们要是有了自己的孩子 侯爷一高兴 什么都不跟你计较 所以抓紧时间 赶紧为侯爷带下子嗣才是 子嗣 我还从来没想过子嗣的问题 侯爷的冷落让丫鬟看着十分心疼 东青来到半月盼打探 才知道侯爷因为救灾耽搁了治疗时间 伤口一直没好透 害怕太夫人发现又不敢请代夫 侯爷这么做 都是为了夫人 这要是让太夫人知道 侯爷受伤受得这么重 肯定要怪罪她的 你说侯爷这么看重夫人 可是夫人送汤送饭 却理都不理 还让夫人端走 她就不应该走 她这个时候看看侯爷脸色怎么了 得知侯爷的伤情后 十一娘晚上便主动来到了半月盼 想要给她换药 怎料又遭到侯爷口是心非的拒绝 十一娘转身要走 却看到侯爷不舍的样子 下一秒就上前要脱了她的衣服 看到侯爷被自己伤得如此严重 十一娘情急之下要去找大夫 却被侯爷拦了下来 因为她害怕母亲知道了又责怪妻子 以后每日我都来给你伤药 我说了 不用 你要是拒绝我就告诉母亲 侯爷奈何不了 妻子只好由着她来 还没有原房的夫妻二人 第一次靠得这么紧 害羞的侯爷差点被妻子一口仙气给吹倒了 女人在一夜间死了 帐篷又没了孩子 整天披麻带笑地跪在妹妹的家门口 想让她有权有势地婆家帮帮自己 你有什么话我们进去说 不 我就要在这儿说 你姐夫死得这么残 你却不肯帮我 我还要让大家都知道 你这十一娘对亲姐姐不管不顾 我若能帮到你 我不会退次 你先起来 起来再说 此时徐家正举办了一场花宴 邀请各家高门太太前来做客 二娘却不依不饶 她非但拦住了众位宾客 更是拦住了徐太夫人 我相公喊怨而死 只有亲永平侯 上奏朝廷 令督察院不敢便宜 言查词 胡闹 查案是督察院之事 侯爷非督察院之人 怎能阅全查案 我徐家从来不做这种 违反法理之事 二姐 这件事情徐家插不了手的 十一娘好说胆说 劝二姐不要再闹事 可二姐却依旧跪地不起 称妹妹一家要是不帮 她就是包庇凶手 众太太不好在一边 看徐府的热闹 只好先行离开 二娘这一闹 让胎夫人非常不满 告诫十一娘作为一家主母 不仅要打点好家里所事 更要处理好八方关系 你好好想想吧 如何把姐妹之情 和主母之责的关系 平衡好 这就要用上你的智慧了 二姐的事情 让妹妹一家人 欺虎难下 侯爷又无权干涉督察院查案 只能想办法 平息这场风波 第二天刚刚小产的二娘 又冒雨跪到了徐府门口 但这次十一娘 不再任她胡来了 我最后问你一遍 你要不要跟我进去 好好把事情说清楚 只要徐令医答应我的要求 我立刻就走 不则 你不让我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十一娘请二姐 禁府不成干脆关了府门 怎料一众被王玉害过的 受害家属突然来找二娘 要她给他们一个公道 王玉 她害死了我的女儿 你是她的夫人 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你换我女儿 放开我 换我只要命了 二娘被他们纠缠得无法脱身 十一娘见状打开门 立刻护住二姐 这才让她逃过了一劫 她妹妹找来的又准备大打出手 可十一娘才不惯着她 她知道二姐只有查出 真凶在婆家才有立足之地 她也不会坐视不管 但在这样闹下去 她必然落不得好 果然她回家就遭到婆婆的训斥 让你去求徐家 就惹来这么多流言蜚语 我们王家的名声 是让你这么拿去遭见的吗 真是家门不信 弟弟无缘无故被人打死 少夫人去讨公道 却惹来一身是非 不甘心的二娘 因身子虚弱直接晕了过去 婆婆也干脆夺了她的掌势权 侯爷为快速破了王玉死亡一案 第二天故意派人前往督察院要赏钱 说她亲眼见到了凶手的长相 此话刚好被暗处的凶手听到 做贼心虚的她晚上就准备杀此人灭亡 我认得你 王玉就是你杀的 竟然真的被你看到 那你就别想活 快出来呀 王姐赢我了 关键时刻侯爷带着督察院的人感到 迅速将凶手抓捕归案 真凶一事已查明 侯爷想必也会好生对待二娘 虽然十一娘一心为二姐着想 可二姐却依旧不愿意领她的请 以为我会感谢你 这是你欠我的 二姐 这个丫鬟为了当上一太子 趁着少爷喝醉酒便睡在了她的床上 少爷第二天醒来才知酿成大醉 急忙向已有八月身孕的夫人道歉 我请你相信我 我的心里 我的眼里 永远都只有你一个人 昨天晚上 真的只是一场误会 是是是夫人 昨晚是五爷喝醉了 错把奴婢当做夫人 还请夫人责罚 为了自己腹中的孩子考虑 丹阳只好忍下了此事 抬了丫鬟做姨娘 从今以后啊 你和我一起服侍五爷 谢夫人恩赐 你和小蝶姐妹多年 别人服侍你不一定习惯 要不就让小蝶 做你的天生丫鬟吧 小蝶虽然不愿意 却只能服从主子安排 看到夫人心里不舒服 身边的妈妈 建议把小蓝打发出去 可是打发了一个小蓝 又怎知没有下一个小蓝 一个个打发走 不仅影响他们夫妻情犯 还落得一个善度的名声 丹阳只能忍下这口气 不久后 小蝶就和曾经 同为婢女的男姨娘 吵了起来 非常不服气 她当上主子的态度 四夫人给平平礼 是五夫人让她来伺候我的 我不过就是说了她两句 她竟然还敢顶撞我 你明明失气 五爷昨夜不可留下来 你又不敢怪五爷 这才来搞我的茶 你竟敢这样跟我说话 看我今天非要好好收拾你 吵够了没有 若闹出什么事 徐家家规可不留情面的 昔日的好姐妹 彻底撕破了脸 聪明的十一娘 很快猜出丹阳的心思 她就是想让小蓝 没有安宁日子 十一娘知道 丹阳生性不坏 害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 她想让丹阳 不久后小蝶就因为嫉妒 将小蓝推入了水中 丹阳看到这一幕立马就慌了 怎么会这样 蓝一娘 现在怎么样了 怕是 怕是救不活了 死了 怎么会死了 受到惊吓的丹阳 瞬间感觉腹痛不止 十一娘一边安排人去救蓝一娘 一边赶过去看望丹阳 五爷得知妻子危在旦夕 要冲进去看她 可丹阳始终无法接受丈夫的背叛 我不想见到你 你走 你走 丹阳 不行不行 不能让夫人护过去 否则大小都抱不住 快点快点 丹阳 丹阳你醒醒 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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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了 蓝一娘救回来了 丹阳 你听见没 蓝一娘没有死 丹阳你醒醒啊 丹阳 醒醒 最终幸亏丹阳平安无事 顺利产下了一位小公子 为了解开丹阳和小蓝的矛盾 十一娘告诉小蓝 是丹阳命运救了她 心怀愧疚的小蓝 最终向丹阳坦白了一切 奴婢近日来就是想告诉夫人 五爷她 从来都没有碰过我 奴婢知道五爷喝醉了之后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所以奴婢才起了私心 奴婢如今 还是完毕之事 丹阳这才知道自己误会了五爷 此时五爷正好赶来看望丹阳 夫妻二人的误会终于解开了 被骗的五爷要把两个婢女送往官府 但善良的丹阳觉得自己也有错 只是让五爷给他们一些银两离开徐家 夫人此举让五爷十分欣慰 都是我的错 我的夫人是善良大度 通情达理 敢爱敢恨 果则天仙的好夫人 女人自从嫁进门就一直不肯远房 正在丈夫头疼之时来了为神助攻 真哥你慢点 真哥 小心小心 小心摔倒 真哥 万一二人分床睡的秘密 被揭穿侯爷起步很没面子 她一溜烟便钻进了妻子被窝 没想到跟媳妇体面还得靠儿子 母亲 侯爷夫人 前几日 真哥不知从哪个不长眼的下人那儿 听到了什么邪髓传言 受了惊吓 晚上一直睡不踏实 一个劲的喊母亲 无妨 你先下去吧 是 来 挨着母亲睡 十一娘哼唱的童谣很快就把真哥哄睡着了 侯爷也想像儿子一样靠着妻子睡 为了不吵醒真哥看妻子这次怎么拒绝 十一娘趁机把丈夫的胳膊借过来当枕头 侯爷心里瞬间乐开了花 没想到第二天胳膊又酸又疼 真哥健壮把父亲母亲的秘密说了出来 祖母祖母你不知道 父亲可胆小了 那么大了还要母亲抱着睡 真哥 你父亲和你母亲准备送你个小弟弟 所以啊 你平时不要总去打扰他们 知道了吗 真哥知道了 真哥要懂事 不去爱事 十一娘虽然不肯同房 但侯爷也不愿强求 只能等到他心甘情愿为止 第二天突然传来罗夫人病重的消息 十一娘听后赶紧赶回娘家探望 逗了半辈子的罗夫人和杨姨娘相继去世 罗老爷因伤心过度无心操作丧礼 罗家又是今世有头有脸的人家 虽然近年来已经渐渐没落 但一切从简恐怕伤了父亲颜面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 侯爷一口应下丧礼之事 由他们徐府协助操办 大哥为了感谢侯爷 提议将与姨娘的牌位立入祠堂 这也意味着给十一娘母亲正式的待遇 此时二娘要求自己母亲杨姨娘也要受此待遇 却被大哥一口拒绝 二娘索性将妹妹的秘密说了出来 你不知道吧 当初十一娘根本就不想嫁给你 刘姨娘就是在她逃婚的途中死的 二娘嫉妒妹妹嫁得好 本想挑拨二人关系 怎料侯爷却一直维护着十一娘 这件事我早已知晓 你何必妄做小人 十一娘是我夫人 自然任何事都会与我坦诚 怎容他人挑拨 十一娘见此直接拒绝了大哥的提议 她不愿意母亲以妾室的身份继续留在罗家 她的牌位她会自己供奉 回府后十一娘想向侯爷解释逃婚一事 但陷入爱河的侯爷却久久无法释怀 原来妻子嫁进来只是为了调查杀害母亲的凶手 对自己根本没有一点爱 十一娘本想追上去表达自己的爱 可侯爷却遇到了玉哥 今日是我姨娘的生辰 还请父亲去看看姨娘 其实你姨娘生辰 我就去看看 走 谢父亲 闻姨娘背上好酒好菜想要留住侯爷 外面电闪雷鸣眼看就要下雨了 十一娘本想为侯爷送伞 却想到她已经有人照顾了 失魂落魄的十一娘突然脚下一滑摔倒在大雨中 看到有人为她撑伞 十一娘误以为是侯爷 在看到丫鬟之时不由地满眼失望 可下一秒她却落入到了侯爷的怀抱中 怎么这么不小心 对不起 是我伤害了你 我也很后悔 很心疼 我不想失去你 小娇妻终于敞开心扉动情告白 自从嫁进门侯爷就对她格外宠溺 没想到自己一个卑微的庶女 能让侯爷这么守着护着 这样的好丈夫值得自己清心相待 二人历经几番磨难终于秀成正果 没想到正房刚刚得宠小妾就掀翻了桌子 因为今晚侯爷本来要留在她这里的 这个十一娘 她平日里处处为难我就罢了 可是今日是我的生产 我跟她没完 如今侯爷的心理眼里只有小娇气 看到主子一大早龙光焕发 连丫鬟都替她开心 别老盯着我笑什么 可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 十一娘作为当家主母一边要打理好后院 一边还在丈夫的支持下搞事业 此时宫中正准备给皇上举办寿宴 宫廷秀诗人手不够 准备在民间征集秀品 简师傅想利用这次大赛将仙灵阁的招牌做大 心思聪慧的十一娘很快想出脱颖而出的秀品 不如我们秀一幅百兽图 我们的百兽图中那一百个小兽字 各有千秋 字体各异 无一雷同 其中 转 行 楷 草 等 无所不有 再结合国往今来所有名家的字体 取其万寿无疆之意 这个主意 当真是好 就是 得找个人好好说说这底稿 简师傅 正巧欧雁行来到了仙灵阁 在得知仙灵阁需要一幅万寿图抵导时 他更是毫不犹豫出手帮忙 十一娘将欧公子的万寿图带回府中 侯爷一开始还以为是十一娘的作品 对着妻子的才艺一顿猛话 这幅字真不错 虽然每个字体都不同 却毫无至色之意 浑然一体 无瑕可止 无血可及 十一娘 没想到你在书法上竟有如此造诣 但清书法并非我擅长 这幅字不是我写的 是欧雁行写的 得知这字都是情敌写的 吃醋的侯爷态度瞬间变了 觉得这字根本就不耐看 这字嘛 墨水凝色 行笔急躁 一点都没有大家之气 随便写几个寿字就献给皇上 不会过于单调乏味吗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醋痰子的味道 侯爷傲娇地躲在书房开始练字 她的偷偷较劲落入十一娘眼中 她只觉得既无奈又好笑 为了哄一哄侯爷 十一娘主动让侯爷教自己射简 这可是她最擅长的了 十一娘紧接着就对丈夫一顿猛夸 若无侯爷这样的人 在战场上拼死杀敌 护卫一方安宁 就算这天下的文人默克 才高八斗 书法超群 也休想安坐益于 施展才华 这倒是句实话 十一娘的万寿徒很快就修好了 各位姨娘都想一沾万寿徒的风采 十一娘便让东卿将绣品打开给众人瞧瞧 没想到文姨娘为了扳倒十一娘 竟敢在献给皇上的绣品中动心思 差点给整个侯府带来灭顶之灾 这白手图是十一娘要献给皇上的 你可知道 你这样会连累我们徐家 甚至会连累玉克 你为什么这么做 文姨娘这时也干脆撕破脸皮 她被那进门为徐家生儿育女 但自从正房太太嫁进门后侯爷 再也没有来看过她 在生辰那日她好不容易盼来了侯爷 却还是被十一娘抢走了 而最让她难过的是 他们没有善待自己儿子 玉克是我的命 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儿子 你也要把她抢走 把她赶走 你这样我怎么能甘心呢 这件事跟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跟十一娘无关 我知道你会护着她 这么多年来你从来没有关心过我 你心里自始至终只有她 此刻侯爷怎么解释文姨娘都听不进去 她和十一娘本来是看到玉哥情犯好学 想送她去封闭的名家学院去深造 却忽略了文姨娘的感受 她只想将儿子留在身边 给她寻一门好亲生 但十一娘却认为男儿应该置在四方 不该像女子一样从小养于身归 文姨娘冲动之下铸成大错 侯爷命人先将她带下去 此时徐家的死对头 欧立行突然前来宣指 让他们夫妻立刻携袖品进宫 白兽徒刚刚被烧毁就来传指 他们知道文姨娘是被欧家人利用 幸亏十一娘早有准备 呈上一幅先前准备好的天之四灵图 此图秀意精湛寓意不错 就连皇上身边的公公都赞不绝口 欧立行没有想到十一娘还有这招 徐夫人 报备的是百兽徒 今天带来的是天之四灵图 如此偷梁换柱 可有齐君之嫌 这万兽节事关重大 妾身怕有差池 前几日便已向礼部增加了一幅绣品报备 正是这幅天之四灵图 此次万兽节的事宜由本官负责 若有新进报备 本官怎么不知道呢 原来之前十一娘跟徐令一便猜到了 欧家会心怀不轨 动用了他们在礼部的棋子 让欧立行在没有防备之下签下了备选作品的名字 他反咬一口不成 只好死抓着百兽徒不放 虽然有两份报备 皇上想看百兽徒 其实百兽徒在前几日便秀好了 只是在进宫之前 被意外烧毁 我真着急 忽然逢来皇上旨意 让我们提前入宫 若没有这份报备徒 只怕 妾身是逃不过这欺君之罪了 公公听出来欧家是故意为难徐家 称自己会将一切禀报给皇上 一切由皇上来定夺 没想到皇上对天之四灵徒十分满意 徐家的危机终于解除了 传皇上口语 礼部侍郎 欧立行 师位素餐 假公祭司 责账二十 皇公公我一心为皇上着想 绝对没有假公祭司 我要见皇上 皇公公 皇上听闻百兽徒之事 就猜到了欧家那些猫腻 想借机敲打敲打欧家 怎料徐欧两家截刃一身 欧立行不肯就此罢首 很快动用了他在徐家的另一枚棋子 我要你设法 这天他刚好在院子里捡到一条帕子 一眼就认出了上边未绣完的荷花 此时夫人的丫鬟琥珀正着急寻找帕子 因为这条帕子是他姐姐留给他的 而秦姨娘手中正好有他正在找的另一半绣帕 那是之前先夫人的丫鬟碧玉留下的 我与小妹自幼十三 这秀帕是唯一能让我俩相认的物价 日后若姐姐遇到 是另一方半朵秀帕的姑娘 还望姐姐替我善待她 碧玉 你真的是在天有灵 居然在这样一个紧妙罐头 给我送来这么一份大脸 琥珀是夫人最信任的丫鬟 秦姨娘准备好好利用琥珀 让她在整个侯府掀起一阵风浪 第二天她就让琥珀来院中取花 却有意让琥珀看到佟姨娘的那半条手帕 琥珀认出了手帕是自己的亲生姐姐之物 想调查当年姐姐死因的真相 秦姨娘顺理成章地帮她查清真相 贝勒伯九请来了当年知道此事的陶妈妈 想办法让她将碧玉之事说出来 这当初先夫人不是怀了忠哥吗 就无法与侯爷同房了 为了顾宠呢 这个先夫人就使了一点手段 什么手段啊 先夫人呢 就利用这个碧玉的妹妹做威胁 然后让碧玉趁着侯爷喝醉了酒 偷偷爬上侯爷的床 侯爷第二天醒来 才知道怎么回事 那是不得已 才受了碧玉做姨娘 后来不得宠的碧玉就抑郁而终 她本是因先夫人而死 可秦姨娘却话中有意地将此事引到侯爷身上 称同姨娘的死也与侯爷脱不了干系 如果侯爷当初不那么冷漠 能稍微关心她一点 总也不至于走上这种决论 谁说不是呢 可你见侯爷对谁痴心中情过 琥珀为姐姐的死痛苦不已 同时开始担心起国情的侯爷此后 会不会伤害到十姨娘 不久后因为十姨娘迟迟没有子嗣 太夫人准备给侯爷继续内情 怎料却遭到侯爷的拒绝 因为她眼里心里只有十姨娘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拿起 但母亲的心意 也不是你我能左右的 说到底 还是我做得不够好 我只希望 你能睡心而活 一切一切 看着十姨娘的日渐消沉 而太夫人又铁了心要给她内情 琥珀担心主子会不自己解决的后尘 夫人带我好好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此证 而若待在许家 就要忍受这一半 那这荣华富贵不要也罢 不如离开算了 哎呀 你小点神 过来 秦姨娘称自己看到十姨娘的丫鬟 东青对侯爷颇有情 如果她成为妾室 一定不会对十姨娘构成威胁 紧接着在琥珀的安排下 太夫人身边的人 就在东青的房间里 搜出了侯爷的贴身衣服 太夫人一怒之下 要将东青发卖出去 十姨娘想为东青求情 却被驳毁 秦姨娘见状假装 帮十姨娘说情 称卖了东青会伤了夫人情面 惩罚她可以想别的法子 此后十姨娘因东青一事茶饭不思 而秦姨娘接下来的计划 便是让十姨娘彻底厌倦侯府的生活 并让她心甘情愿地离开侯爷 我做了侯爷的妾以后 什么都不会给林真 我什么都听您的 你说你爱慕侯爷 我知道这样不对 但我期待自己 就夫人成全 十姨娘听后震惊不已 东青跟着自己从小长大 侯爷一旦奈她为妾 那他们就会因为 爱上同一个男人永远有心结 还会为利益的相争而争锋相对 十姨娘不敢再继续往下想 夫人 我很想念当初在先灵阁的那个女 那时候的女 自由自在 神采飞扬 可现如今 就委屈求全 郁郁寡欢 作为十姨娘的事业粉 琥珀不想让她为爱困在这座深宅大院 如今太夫人不让她去仙灵阁抛头路面做生意 还逼着她给侯爷内起 不如离开侯府自由自在的好 琥珀立刻安排她和欧燕行见面 商量离开事业 我知道你心中你有一番天地 若就这么妥协 居于后院之中 你所有才华都将被埋没 如果你要离开侯府 我可以帮你 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想尽我所能 帮你摆脱困局 从此以后 天高任鸟飞 侯爷回到府中到处找不到十姨娘 得知她和秦敌欧燕行私下见面 醋意大发的她怒斥十姨娘认清自己身份 你能不能不要忘记你是永平侯夫人 你们要的只是一个 能够繁衍子嗣 管理家宅 对你们都言听计从的工具 这永平侯夫人 我不要也罢 你先干什么 离开永平侯府 侯府岂是你说离开就离开 侯爷莫不是忘了 您曾经给过我一份和黎叔啊 见到妻子拿和黎叔相逼 侯爷立即下令将十姨娘软禁在房中 琥珀因十姨娘被禁足而着急不已 她恳求秦姨娘出手相助 却不知秦姨娘一直在利用她 要离开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你想清楚了 夫人一旦离开 再也回不来了 夫人不会想再回来的 琥珀天真的想左右夫人的人生 督促十姨娘签下了那份和黎叔 在秦姨娘的精心安排下 十姨娘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侯府 欧燕行则在府外接应着二人 侯爷得知妻子李府快马加鞭地赶了过来 想让他跟自己回去妻子却不肯 正在这时一只冷剑飞来 欧立行率着大批人马准备截杀三人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精心安排的计划 必用秦姨娘离间他们夫妻感情 然后一剑三雕彻底除掉他们 原来你想把我们三个都杀了 这么一来 十姨娘就不能追查吕姨娘死因的真相 还可以除掉我这个欧家的死敌 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替自己除掉和你争夺世子之位的弟弟 一举三子 十姨娘的母亲果真是你杀 你为何要杀她 剑三人已经死到临头 欧立行所幸承认 十姨娘的母亲就是自己所杀 因为当初她听到了不该听到的一切 随后她变下了杀链 怎料关键时刻侯爷的救兵赶到 因为他们夫妻早就识破了欧立行的阴谋 你错就错在 竟然利用我身边的人 原来东青和虎珀都是非常忠心于十姨娘 他们最近反常的表现让她非常不紧 经过调查才得知他们都被秦姨娘利用 秦姨娘一心想要离间他们夫妻感情 却想不到他们团结一心见招拆招 终于等到幕后主使欧立行露出了底牌 她准备逃跑却被侯爷一见射中 彻底败露的秦姨娘被欧家赐了一杯毒酒 等到侯爷与十姨娘感到已经来不及了 那为什么让我何必知道 那是因为 因为你不让我有孩子 她本是侯府一名卑微的婢女 却在太夫人的安排下成为了侯爷的小妻 虽然她有了身份地位 可是侯爷从不多看她一眼 太夫人害怕她先生下孩子正式会不高兴 每天都会给她喝下婢子汤 导致她小场后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 大夫 还有办法呢对不对 这事有三分毒 打婢子汤 可是 药性寒凉 再说 你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 恐怕以后都难以怀疑了 秦姨娘失去孩子多少年 就恨了徐家多少年 她的报复差点给徐家带来灭顶之灾 幸亏被侯爷和十姨娘一一破解 如今她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侯爷的宠爱 也不想再活下去了 罗十姨娘 你让我以为我可以养杰格 你让我以为 生活又有了希望 可是这一切全是假的 我也不过是争权夺势的妻子吧 十姨娘一直为你争取 只是我另有打算 家中孩子都是二嫂教育 她才是最适合教导杰格的人选 二夫人高贵而自己卑贱 所以连个做母亲的资格也没有 看到秦姨娘落到现在这个地 太夫人终于肯为当年的事情向她道歉 因为她一直很喜欢秦姨娘才会抬她为妻 没想到会害了她一生 我不让你生 书长子 是因为怕你以后见了正事 怕会为难你的知道吗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让你生了这么大的伤害和委屈 我对不起你 侯爷知道是自己忽视了秦姨娘 紧接着也向她道歉 秦姨娘等了多少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句道歉 如今她与徐府也算是两不相欠了 十姨娘知道秦姨娘心底苦 只是她为自己争取幸福的方式错 可她的幸福只能等到下辈子 如果有来世 我希望我长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 再生一个可爱的孩子 我一定会是一个很好的娘亲 一路侯府深四海 日日孤单至天亮 侯爷殷勤姨娘之死而愧疚不如 她对妾室们没有一点爱意 却因为各种原因将他们取进了门 造成了一桩桩的悲剧 如今侯爷身边只有十姨娘一人 为了给徐家开支散业 太夫人令十姨娘立刻退出仙灵阁 并要继续给侯爷内钱 但这次侯爷不再顺着母亲的医院 她支持自己妻子继续搞事业 十姨娘在仙灵阁救起灾民 传授记忆 让无家可归的灾民能有一计之长 还替朝廷解决了后顾之忧 这难道不也是为国为民吗 但仅仅是因为身为女子 就一定要莫守成规吗 不仅如此 侯爷拒绝再继续耐起 我不仅仅是您的儿子 也是十姨娘的丈夫 徐令一在此离世 一生永不纳切 娘 四哥为光耀徐家门美 做出了多少牺牲 难道 他就不能为自己的事情做一次选择吗 此时徐家人都站出来为十姨娘说话 徐太夫人这才松了口 依着她们的意愿来 不久后先灵格的秀品名扬海外 十姨娘与简师傅成为了万千女子的骄傲 她的努力得到了圣上的信任 被封为一品告密夫人 徐令一认为这是十姨娘应对 可她深知这一切离不开丈夫的支持 若没有侯爷 无私信任 坚定支持 十姨娘哪怕拼尽全力 也将一事无成 徐令一 谢谢你